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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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前一件事情運送了 至少已經受傷了 是不是掌聲不斷 OK 謝謝大家 很開心 能夠 讓大家在這邊看完我的紀錄片 我剛剛在後面 我第一次看完的時候 我剛剛寫了一句話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生命不是在登山 為了某一個目標或高峰而存在 生命更像是一首曲子 有前奏 有鋪陳 有快 有慢 而我們應該跟著每個音符 享受 跳舞 這個是我自己看完了 自己的紀錄片之後的感覺 已經 30年了 就是從開始做料理到現在 已經30年了 今年正好30年 所以 其實這個紀錄片 來自己舉手好不好 是哪一位 這麼開心 OK 其實這個紀錄片出來的時候 現在 正好是我 30 30年 就是從 開始做料理到現在30年 這30年當中 一直以來 Andre只有 一件事 一個目標 就是不斷的往上衝 所以很多人 如果 follow 我的 career 你會發現 就是我就是 一直往上衝 一直往上衝 沒有 沒有 任何一個 moment 是在 在思考 轉換跑道 或是其他的事情 那這個紀錄片 正好是在 我整個生涯裡面 我個人覺得 最重要的 兩年 因為 我 轉換了一個 不一樣的 心態 跑道 在 在思考我自己的 接下來的人生 我前 前一陣子 我 很多人 很多人看到 看過這個 四片之後 跟我說他 不太像 紀錄片 就是 他的 quality 更像是 電影的規格 然後 真的 我也是這樣覺得 因為當時在拍的時候 他完全就是一個 電影的規格 在 在拍 我自己都 看了覺得 很感動 那 一直從 兩年前 一直拍拍拍拍拍拍到現在 終於有機會 可以讓大家 看到這個過程 我自己看完了之後 有 有一個 浮現了八個字 就是 勇敢 無懼 跟 勿忘初心 我覺得 我覺得 在我的 career 裡面 很多的時候 大家說 Handre 為什麼你會做這些決定 為什麼會 想要這樣做 很多時候我覺得是 只是勇敢而已 沒有 沒有其他的 我並沒有比其他人 有天分 或者說更有創意 有的時候 當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深深的相信他 然後 你很勇敢的去做這些決定 第二件事情就是 勿忘初心 一直是 對我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每一個人生的 八年也好 十年也好 我都會 重新再檢視自己 然後重新 reset 自己的 自己的狀態 所以 這是我 一直以來覺得 這八個字 對我來說 很重要 就是 be brave 然後 跟 不要忘記你的 original intention 在這個 紀錄片之後 我也很希望 我跟很多 我們的好朋友 一起分享 說我希望 讓全省台灣的 三千個偏鄉的 學童 還有現在正在參與業 全省現在參與業的 這些學生 我希望可以邀請他們來看 初心 這部紀錄片 我希望也可以 能夠 能夠鼓勵他們 第一就是 勇敢無懼 第二就是 不要忘記自己 為什麼 很開心的 在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 有的時候 我們在這路上 忘記為什麼 我們在做 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 我們也很開心 有很多好朋友的支持 所以我們可以 在 九月份的時候 會 請三千個 偏鄉的學童 跟 現在正在 參與 參與科系的 學生 一起 免費來看 初心這部 這部電影 我覺得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大家看 剛剛看完影片 會發現 其實它不僅僅是Andre的故事 它也是 Andre背後 這個團隊 每一個人的故事 每一個人來到這個團隊 他 背後都有一個 不為人知的故事 就是 這麼 這麼多 很 amazing的 故事 然後造就了 這一個 這一個團隊 所以我 一直很希望說 不管是之前我在 或者說現在 我正在做的 回來台灣之後 都希望能夠 give hop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能夠把希望帶給 下一個 generation 不管是像在裡面看到的我們的甜點的師傅Martin 或者是剛剛進來到我們餐廳的這個小朋友 我希望都可以帶給他們希望 然後讓他們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最後我希望把這一部紀錄片 能夠獻給大家 然後也獻給大家八個字 就是勇敢無懼 然後無王初心 謝謝大家 Thank you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先請主廚先去休息